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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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人在跳一次 你會想找到好些人來參加 一定是媽媽 媽媽是最喜歡看我跳舞的人 跳舞一直以來都是一種 讓我紓壓跟找回快樂的方式 像是一種抗憂鬱的要 就是你跳完之後會突然有一種 我煩惱的事情或是我難過的事情 好像也還好 就那樣 就是你在很小的成長過程當中 你會一直被拿來當成笑柄 會被取很多綽號 我不知道算不算言語霸凌 譬如說我跑步我就會突然倒地 不能動 然後我就會被同學笑 他就說你看 哥在安娜 哥在安娜 你以為你是遊戲喔 還會lag 哥在安娜 之類的 大家會覺得你就是很奇怪 你就是會突然倒在地上不動 你就是會抽絮 發生了好幾次之後我才去看診 然後才知道這是一個很罕見的 運動神經源的疾病 比較正發性動作障礙 第一次發病是我在突然要起身 我要爬樓梯 然後我突然身體不能動 就趴在樓梯上面 就開始從那一次之後不間斷地一直發生 跳舞一定會發病 跳舞的時候跳一跳 我就會突然覺得我的整個右半邊沒力 然後我就會突然不能動摔在地上 他其實到現在都還是一個 幾乎沒有人知道的疾病 那尤其我又是在這麼小的學生時期就生病 當然大家講出來的話語都不會是很好聽 會帶著很多嘲諷 我覺得那個成長過程的心情是很複雜的 就是你要面對同學的嘲笑 可是你依然又想要跟大家一起共進退 我媽媽很愛看我跳舞 她每次看我跳舞她就會覺得很驕傲 然後我就會覺得我把這件事情做得好棒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跳下去 爸媽就是一直很緊張 他們就是擔心我的身體狀況 跳舞會受到很多傷害 所以他們一直想要阻止我 我覺得我想要跟這個病共存 不管我會不會發病再摔 然後持續去做這件事情試試看 所以我試著跟我媽講說 我真的還是想要回來跳舞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媽媽就支持我 但這個病你很努力 你可能爆發力有比別人好 你就是不明白為什麼 爭選的時候你永遠都上不了 是我不夠努力嗎 然後你在最後一年 就是老師很委婉的告訴你說 其實是因為你生病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讓你跟著學校去巡迴 我才真的感覺到 原來這個病對我的人生影響這麼大 我不能再跳了 我能怎麼辦 就算舞蹈是我做最好的一件事 可是我不能做了 那你就是好好的想 畢業了業之後怎麼辦 那我到底能幹嘛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直覺還是覺得 那不然我去找尤陽老師 然後後來誤打誤撞當了教練 健身本來就不是一個只是練身體的過程 健身本來就不是一個只是練身體的過程 它也是在磨練你的意志力 健身體跟心理耐力的一個過程 你要很 就是你要一直告訴自己要存下去 現在卡關不是你的終點了 就是你跨過去你就會繼續前進 就是這樣 嗯 有些學生因為在可能上課的過程當中 他中間也會感受到很多的挫折 你在陪伴他的過程當中 可能一直鼓勵他 然後到他感覺到自己的進步 到成功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方面的很多的挫折 或者是想法 也會因為健身這件事情的成功 而一起有轉變 我覺得尤陽老師這一個職業 是因為我覺得我是跳舞的 所以我就想說那去應徵看看好了 我覺得其實教練這個職業 對我來說的成就感更大 因為他是真的在幫助一個人 我會去上課 會去考證照 會看書 包括我自己平常會一直去 專研很多身體上的問題 然後會一直去處理各種不同的CATS 我之前有去過泰國 然後幫一個癱瘓的妹妹 然後她本來軟縮的手 她就這樣伸直 慢慢的這樣伸直 然後那個當下那個妹妹就 眼淚就掉下來 就那個瞬間我會覺得 我的專業累積到這個程度是 真的有一天我會遇到如此需要我們的人 然後讓她看到人生有一個新的希望存在 我會挑盡量是綠色雞彈 然後不同的種類 就是飲料比較均勻的 然後有時候會挑一些比如說 洋蔥啊香菇 然後青蔥 然後再弄一點點的醬 我會跟雞胸肉片一起放烤箱烤 就會讓我的食物食材 雖然是差不多同樣的東西 如果在減脂的時候比較不會吃得這麼餓 如果在減脂的時候比較不會吃得這麼餓 但是我沒有花時間去陪伴家人 我一直抱持著一個 我還年輕啊我不衝什麼時候要衝的想法 這邊是我媽媽送的 然後我本來就是很喜歡這個項鍊 因為一方面它是一個芭蕾舞者 所以後面就是媽媽送我的畢業禮物 兩年多前我媽癌症 那個時候我其實人在大陸 然後我得知我媽生病之後 我就把大陸那邊的工作辭掉回到台灣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有點開始覺得 有點自責 覺得自己好像一直都覺得家人是 等我事業打拼完了再來陪伴就好的事情 可是媽媽前幾個月就病情突然惡化的快離開了 我一直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原諒我自己 所以就覺得想要休息一下 雖然我覺得我在教練這個工作上面很努力 不是一件錯的事情 可是我心裡還是會覺得 對不起家人 尤其對不起我已經 來不及陪伴她的媽媽 但我也知道她不會怪我 就是我媽會一直很以我為傲的到處去 跟朋友講我的事情 她只在離開前還跟我說 如果我有能力 她希望我 要繼續去幫助更多的人 那是她對我講最後一句話 我覺得比較像是一個給自己一段時間好好的休息充電 然後再繼續回來 就是做我該做的事情 繼續可以幫助更多人就幫助更多人 然後再繼續把太陽一樣 停了 不會壞 等一下 為什麼要搬我去7 theorem 幹嘛呢 買東西啊 等我買你的 以前我選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